欢迎来到这里排案 今年夏天确实是热 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待在这个空调房中 前两期节目我们还跟大家讨论 说今年夏天由于实在太热了 以至于此前欧洲根本不安装空调那些地方 纷纷的老百姓要上街去买空调了 一买才发现原来欧洲空调这么贵啊 买一台空调600欧元 安装一台空调要一两千欧元那么多 不光这个欧洲老百姓啊 因为空调而发愁 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空调都发愁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八月份啊 朗普总统跟外界说啊 他准备到这个新泽西州去办公一段时间 但是人家特别说了 我到新泽西离开白宫啊 我绝对不是度假 咱们清楚 朗普总统是一个非常喜欢度假的人 两年前刚当上总统的时候 人家大概每隔一两个礼拜 甚至每个周末都要回到自己那个海服装园 去休息休息啊 打打高尔夫球啊 所以这次朗普总统也特别担心 新闻界把他到新泽西去工作这个事呢 解读成度假 他还特别说 哎呀你们不知道 我是特别愿意待在白宫工作的 可是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白宫的空调系统被奥巴马搞坏了 奥巴马都快离任了 结果给白宫装了条新空调 没装新空调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挺好的 装了新空调之后 这空调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会冷一会热 都要调节不过来 所以我是没办法啊 我要离开白宫十几天 到新泽西去 我可不是去度假 不是去打冠福球的啊 我是到那去办公的 我留出这十几天时间啊 给这个白宫的工人 让他们有时间 把这个白宫的空调给修好 哎呀 确实是辛苦朗普总统了 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为了让属下能修空调 还得离开自己居住办公的地方十几天之久 只不过有很多好事的网民都说 这个空调嘛 一会冷一会热 估计可能就是这个调节开关出了问题吧 找个专业的人 俩仨点绝对修完了 即便不是调节开关出了问题 是整个空调机体有问题 那估计调个半天一天也修完了 白宫那么多房间 至于说要因为这个事要离开白宫十几天吗 更关键的是还真有细心网友想去查一查 这个空调系统到底是谁案的 最后还真让人给查出来了 我们知道白宫也算是一个老建筑物了 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所以每一年美国政府都要编列一些预算 这块修修补补 那块换俩零件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在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奥巴马当总统 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就提出来了 说白宫这个空调系统用了几十年了 好像快八十年了 有点太老了 最好换一套新的系统 奥巴马一看也同意了 这个预算批下来了 有两三百万美元之巨 当时奥巴马就说 哎呀你看这个时间也挺晚了 我这届总统不到一年任期就结束了 而且后半段任期 那都是秋天冬天 也用不上空调 要不这样吧 别我麻烦了 等我下台之后 让新总统上来之后 咱再换这个空调 在我认上 这空调暂时就先不换了吧 也就是说当时定的就是啊 2016年把这个预算批下来 2017年新总统上台之后 再换空调系统 所以白宫的空调系统真正更换 是2017年的8月份更换 那个时候朗普总统 还真的是没法在白宫办公 所以出去待了十几天 一边度假一边办公去了 十多天之后 新空调系统换完了 朗普总统再回到白宫来办公 也就是说这个新空调 是完完全全在特朗普任期内安装的 即便这个新空调有毛病 你板子也打不到奥巴马的屁股上 奥巴马就干了一个事 批了这个预算 允许白宫换 换的时候 人家已经不是总统了 难道说这个批钱也有罪吗 好吧 这恐怕又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美国政治的传统 那就是现任总统遇到任何有问题的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很自然的跟老百姓讲 哎呀 这就是上任总统没做好 他给我留下了个烂摊子 让我来解决 只不过这次指责的时候 朗普总统可能是年龄大了 他忘了 这个空调是他任期内换的呀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 下回分解